约书亚纪第七章 以色列人在那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 因为犹大支派中 谢拉的曾孙、萨迪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 取了当毁灭的物 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 那时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到伯特利东边 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那地 那些人就上去窥探爱城 他们回来对约书亚说 不需要全体人民都上去 只要大约二三千人就可以上去攻打爱城了 不必劳动全体人民都上那里去 因为那里的人很少 于是人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 但他们竟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了 爱城的人急杀了他们约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 一直追到士巴林 在山坡上把他们击溃 人民的心就极其惊怕 约书亚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一同俯伏在地 直到晚上 也把尘土撒在头上 约书亚说 哎 主耶和华啊 你为什么领这人民过约旦河 为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 我们宁愿住在约旦河那边道好 主啊 以色列人既然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所有的居民听见了 就必围困我们 把我们的名字从这世上剪除 那时 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起来 为什么这样脸浮在地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 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定 因为他们取了那当毁灭的物 他们偷窃 并且说谎 又把那当毁灭的物 放在自己的物件中 所以 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在他们的仇敌面前转身逃跑 因为他们成了当毁灭的 如果你们不把那当毁灭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必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你起来 要人民自节 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节预备明天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们中间有那当毁灭的物 除非你们把那当毁灭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去 你们在仇敌的面前 就不能站立得住 到了早晨 你们要按着支派前来 耶和华抽签抽中的支派 要按着宗族前来 耶和华抽签抽中的宗族 要按着家庭前来 耶和华抽签抽中的家庭 南丁要一个一个前来 如果那藏有当毁灭的物的人 被抽签抽中了 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用火焚烧 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 又因为他在以色列中 做了愚昧的事 约书亚清早起来 要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前来 结果犹大支派被抽签抽中了 他要犹大宗族前来 结果谢拉的家族被抽签抽中了 他要谢拉家族的南丁 一个一个前来 结果萨迪被抽签抽中了 他要萨迪家中的南丁 一个一个前来 结果 雅干被抽签抽中了 雅干是加米的儿子 萨迪的孙子 谢拉的曾孙 是属于犹大支派的 约书亚对雅干说 我儿 我劝你把荣耀归给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向他认罪 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不可向我隐瞒 雅干回答约书亚说 我实在得罪了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做过的事是这样的 我在战利品中 看见了一件美丽的 的金条 我因贪爱这些物件 就把它们拿去了 现在埋藏在我帐篷的地里 银子在底下 约书亚就派人 跑到雅干的帐篷里 果然见到东西 埋藏在那里 银子在底下 他们就把东西 从帐篷中拿出来 带到约书亚和 以色列人那里 摆在耶和华面前 约书亚和全体 以色列人一起 把谢拉的曾孙 雅干和那银子 那件衣服 那金条 以及雅干的儿女 牛 驴 羊 帐篷 和他所有的一切 都带上雅各谷去 约书亚说 你为什么给我们 招惹灾祸呢 今天 耶和华必使你遭受灾祸 于是全体以色列人 用石头把他打死 他们用石头 打死他们以后 就把一切用火烧了 众人又在雅干身上 堆起了一大堆石头 这堆石头 一直存到今日 于是 耶和华就回心转意 不发烈怒 因此 那地方名叫雅各谷 直到今日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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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